爸爸妈妈只希望你 内心纯良生活有序 平安健康就够了 等一会儿 安琪熊过生日 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迷你版的安琪熊毛绒丸腿 打开迷你版安琪熊的肚子 居然是一块屏幕 安琪熊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哇 太神奇了 能玩游戏还能看动画片呢 安琪熊抱着玩具开心地说 我太喜欢他们了 他就是我的小弟弟 安地熊了 吃饭 等一会儿 看书 等一会儿 洗澡 等一会儿 睡觉 等一会儿嘛 有了新宝贝的安地熊 安琪熊的口头禅 就变成了 等一会儿 昨天晚上 安琪熊没有按时睡觉 他和安地熊一起玩呀玩 抬起头一看 哎呀 已经连晨一点钟了 今天上美术课 老师让小朋友画秋天的景色 安店的教室里 突然响起了一阵轰卜声 大家寻着声音望去 啊 原来安琪熊 趴在桌子上 睡着了 老师拍了拍 安琪熊的脑袋 快醒醒 安琪熊 没有醒 安北路 拉了那安琪熊的胳膊 喂 快醒醒 安琪熊 还是没有醒 微微吐 扯了扯安琪熊的耳朵 快醒醒 安琪熊 还是没有醒 哼哼龙急了 他走过去 直接将安琪熊的头 从桌上抬了起来 大吼一声 快醒醒啊 安琪熊 终于睁开了眼睛 嘴角还流着口水 他茫然地 看着哼哼龙嘟囊了一句 等一会儿 哎呀 小朋友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又学习了一种 非常美好的品格 叫做有序 你记住了吗